阿B講一下 今天跟粉絲互動自己信念的感受是什麼 其實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好像是第一次做這種 就是那個近距離互動的事情 而且是在那個情人節的前一天 所以可以提前跟粉絲們一起過情人節還蠻開心的 那自己對明天有什麼樣的計畫 明天應該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計畫 因為我通常就是過情人節都會 我不會在情人節當天 就是會提前 而是因為我今天就是等一下要工作 然後今天有跟粉絲過了 所以應該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自己有提過說 剛才演戲的時候也是有被前輩說 要不會演的部分 可以想一下那當時的感覺 其實遇到的 就是一起拍戲的前輩對我都還蠻好的 只是有時候他們會提醒我說 這個部分可以再加強或是怎麼樣 所以就其實還就是會 有不OK的地方 他們會教我然後希望我可以下次再做修正 對啊 所以可以遇到很多很好的人 就覺得還蠻開心的 剛開始聽到的時候會很感動嗎 是 一開始聽到的時候多少會 可是後來仔細回家想想 就會覺得 可以把這些事情 就讓自己再努力 就算是鞭策自己的一種力量 對啊 所以很感謝他們 是 那劇中裡面的那個 壁咚的那個場段 是 可以講一下 壁咚真的好流行 對 看一下壁咚這個場景 嗯 我覺得 會被避 我也避別人啊 我覺得壁咚是一種氣勢 就你在那個 當下一定要有一個那個 氣勢要 讓對方覺得很害羞 所以我覺得 除了那個 要有那個力道之外 手臂要有力道 也要眼神會放電 就是 對方才會覺得害羞 所以我覺得壁咚也是一門學問 所以如果現實生活中 男朋友對妳壁咚 會感覺很興奮嗎 還是會覺得很興奮嗎 還是會覺得很興奮 我覺得現實生活中 應該是我壁咚他 因為他個性比較像男生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我壁咚他啦 所以他如果壁咚我應該會嚇一跳 說欸 今天是被誰附身了 所以妳會不會這樣 會想要壁咚他看看嗎 我會 可是應該也不會是普通的壁咚 因為我想就是 妳想要壁哪裡 譬如說道立 對 想些特別的橋段 這次在戲裡有一場就是被壓在椅子侵犯戲 算是目前尺度最大戲還是 這好像是第一次 就是有演出這樣子的部分 對啊 算是那個初體驗 那之後會想要挑戰尺度更大戲嗎 我覺得主要還是要看那個 那個劇情欸 就如果劇本是好的劇本 然後拍攝起來感覺OK 我覺得尺度倒是還好 而且妳這禮拜會跟一個阿伯肉活 也算是妳一個滿讚的 哇塞 那個尺度應該比那個 比椅子那個大 比椅子那個大 因為 就是中途還要裸露的部分 阿伯裸露 而且我會在裡面使出華麗的摔角技能 所以請大家拭目以待 我個人覺得還滿精彩的 最近都有跟蠻多男演員對 希望沒有哪一個是比較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 其實有對到戲的男性都還滿印象深刻 因為鋼鐵之心就是 它發展的情節阿 很像不是一般偶像聚會發生的情節 對啊 所以每次在演的時候 事後想想都會覺得 好特別的經驗喔 就以前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有些部分是 有些部分是 是 對 好 謝謝